进入9月份对川普总统来说 可以说是内政外交多重考验扑面而来 外有朝鲜核威胁迫在眉睫 而美中日韩俄等国却各怀心思 国际社会难以找到一份团结有力的朝鲜问题解决方案 在美国国内 债务上限和2018财年的预算 亟待国会通过 否则将面临政府关门 而移民改革和税务改革 这两个重大且复杂的立法议题 又被同时提上了一程 在这些问题上 不仅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分歧多多 就连共和党内部也意见分裂各成阵营 要解决这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川普总统必须要和国内 国外各路人马谈判磋商达成协议 而曾经出版过交易的艺术艺术的他 要如何展现他谈判交易的艺术呢 今天在节目中 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天新闻著华盛顿特派员 张国华先生 另一位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执行主任 李中刚先生 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我们刚刚在开场白当中 只是简单地罗列了一下 在9月份川普总统所面临的 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压力山大 就是从外面的这个朝鲜问题 到国内的这一系列的立法议题 不仅仅说是这个时间紧迫 更关键的是这些议题 都涉及到很多的利益相关方 而这些利益相关方之间 又可以说意见分歧非常的大 所以川普总统他需要 让一帮意见高度不统一的人 统一起来相互协作 来达成协议达成共识 所以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这个问题 他需要跟很多一对一的谈判 包括一对多的谈判 来磋商交易达成协议 不过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 说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也是他最擅长做的事情 他经常说自己是一个好的dealmaker 就是这个协议的达成者 或者说是这个谈判的这个专家 所以中刚根据你的观察 从川普总统上任到九月之前吧 他有没有展现出来 他在竞选的时候 说的这种超人的交易的能力 或者说是谈判的能力 我觉得展现能力 这可能现在 可能不是现在国家最关心的问题 应该说对我们 这个特别是亚裔的保守派来说 我们实际上根据这九个月的表现 我们还是非常高兴 这个我们这个国家选择了川普总统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现在你看看这个这么多的叫做 就是热点的这个事情 就hot potato 就热土豆 应该说是落到了这一届的新政府的 这个不管是数量 还是这个严重的程度 比如像朝鲜问题 都远远的多于 当年这个欧巴马总统 接受政府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再往前面的小布什总统 或者甚至克林顿总统 现在呢 我们很高兴来的这位总统呢 不是那种再去打太极拳 打政治太极拳 甚至打国际政治太极拳的人 而是不怕这个有这个叫做controversy 不怕这个 不怕有争议 不怕有争议 这个真的要来 不管是通过这个解决争议的这个手段艺术 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交易的这个艺术 还是真正从理念上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可以说在很多问题上 特别像朝鲜 现在核爆都做了 已经没有 很多问题都已经到了 没有退路的时候了 所以现在真的是应该 有这样一个总统 要一定要来解决问题 打太极拳是不行了 我觉得这个川普啊 他是商人出身 他的谈判技巧 做交易的技巧 我觉得他应该是 比他的多位前任要强 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 那你刚刚有问到 就是说在他之前 这九个月的时间里 是不是展现出这种能力 我是觉得说 他是还没有正式的参与 或者完成任何的 这种重大的谈判 那个最近我们看到的 他跟这个国会的民主党领袖 小事牛刀就达成了 在几个重大的议题上 达成了一个短期的协议 这个首先是救灾 但是这是在九月份之前 他的这个 这是国会 九月份之后的事情 重新复会之后的事情 在这个之前他没有正式 我说了没有正式参与任何谈判 但是他隔空放一些话 其实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他对这个 北美自由协定表达不满 表达不满以后他要重新谈判 你看按照常理来说 一个协议各方已经谈判签字 经过这个各自的立法机构 已经批准了 而且实行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东西 他觉得对美国不公平 他提出来以后 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 都老老实实说 好我们还是来重新谈判吧 重新谈判的意思是什么 难道说叫美国再做让步吗 不可能 一定是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 做更多的让步 给美国多一点的照顾 所以他这个效果已经达到了 对不对 我们再看 他这个要求就是说 这个你们都别跑到墨西哥 去投资设厂 如果你们跑那去投资设厂 将来这个东西卖回美国的时候 我要瞌睡 他这个话一发出 这些大公司都干嘛 墨西哥那边本来已经谈好 要投资的取消了 都跑到美国来投资了 对不对 这个车厂是这样 这个制造其他的 这个工业用具的工厂 也这样做 包括台湾的这个红海的郭台铭 他也跑到美国来 在威斯康森那边要投资 100亿美元 所以这些 你说是不是他谈判的技巧 我觉得跟他有关系 对不对 这个有的时候 你不一定坐上谈判桌 才叫谈判 他隔空喊喊话 就拿来这么多好处 但是你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 好像都是在国际舞台上 他所取得的成就 是不是说他的这个谈判技巧 比较适合用来谈国际一题 但是在国内一题上 比如说像奥巴马一改 就没有能够通过 所以也是遭遇了很多的重创 所以说他的这个技巧 是比较适合国际一题 不太适合国内一题吗 国内一题上 我是觉得这个 我抢了李先生这个话 我是觉得在国内一题上 他面对的这个情势比较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想推动 像这个医保改革 对不对 这是一个立法的东西 你要推立法 首先你在国会里的共和党 你要很强 你要能够把它推下去 那我们知道 这个川普总统啊 他跟共和党 他虽然是共和党的总统 但是他和这个共和党的 这个建制派 实际上没有那么融洽 是 中刚是不是算是 共和党的建制派呢 我觉得这个 现在共和党里贴这种 这么复杂的这个政治情况 可能用简单的这种贴标签 可能未必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我相信每个人 共和党里面的人 都有他建制派的一方 也都有他的这个 现在的草根 草根性的一面 那么我现在想这个 接一下刚才国华说的 这个事情 我觉得国华兄刚才 说的这点是挺对的 就是说 但确实川普总统 是内外有别 他对外进行这个 进行谈判艺术的时候 往往现在就不愿意 像过去那样端着架子 就是做一个 就是我是大佬 我什么都OK 对吧 他首先实际上有点这种 像夏马威 就是你比如说 在这个移民的问题上 他高调的讲了很多东西 高高拿起 结果呢 任何措施都还没有做的时候 在边境上的 这个非法移民的统计数字 已经在急剧下降 因为开始非法移民就觉得 我们在美国不受欢迎了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 就别去了吧 这个是应该的 我就觉得要与其去端一个架子 要做这种老好人 结果进了很多非法移民 那么那当然应该很旗帜 宣明的来应对这样一个事情 对吧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对外应该说不仅仅是非法移民 还包括其他的贸易 听说对中国出口牛肉这个事情 也解决得非常顺利 对吧 就是叫做low high-in foods 比较容易做的事情 就已经先做了 对不对 但是同样对内呢 做法可能就是内外有别 就不一定是以这种先张声势的这种做法 你比如说最近这个和民主党做了这个合作 这本身呢是一个做交易的手法 应该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但是对这种趋势呢 我们也要看是这种 就是在如何 因为最近跟民主党政府主要做的这个合作 就是怎么增加叫做dead ceiling 就是使得这个政府债务上限 在升高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当然作为这个保守派这边 我们也会非常的就是谨慎 您先把您这个谨慎的情绪先保持住啊 一会我们会重点谈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还是谈这个国外的这个议题 我们还要进入9月份 当然川普总统到底交易的能力怎么样啊 是在9月份会有一个集中的体现 因为有很多这个议题马上就要摆上桌面上 那么首先的这个议题肯定就是朝鲜问题 因为这个朝鲜核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了 那么现在国际社会有一个普遍的看法 就是说解决朝鲜问题啊 中国不配合 不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是不行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从他上任开始 就不断的在想办法 怎么让中国更好的来配合 来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 所以国华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川普总统的各种招路是否奏效 我觉得在你刚刚讲到中国 没错这个朝鲜这个朝核危机啊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强力的支持 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川普很早就看到这一点 而且他也是方方面面实时的放话 我们也看到你刚刚讲到 他作为一个商人的这个谈判的技巧 做交易的技巧 其实在中国问题上 他表现得也是很零零尽致 怎么知道 通常谈判 你要提出来你拿出多少筹 你准备付出什么 然后你从对方可以拿到东西 我觉得川普在这个朝核问题上 跟中国做交易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五本生意 他没有说我要给你什么 他就说你帮我解决了 我在贸易上可能对你不那么强硬 只说了这个 他没有拿出具体的东西 但是你看看习近平 习近平从这个佛罗里达 跟他的峰会开始 对朝鲜真的是一点一点在收紧 他的制裁是很认真的 一点一点在做 是吧 矿产不能买 这个海鲜也不买了 现在我们下一步谈到的是什么 是石油供应 那就是声音线的问题了 对不对 然后在联合国安理会 所有的制裁法 这个议案 这个中国都投了赞成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在对待中国这一点上 是很有效的 而且他这个时不时的赞扬一下习近平 然后过两天又抱怨一下 所以这个软硬尖师两手 这个手 两手的这个手法用得非常的好 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那至于说他跟这个金正恩之间的这种 这个隔空交手 我觉得有的时候做的比较失败 因为这个他老是要告诉他 美国很强大 我们的军力很强大 好 如果我动手 你就会很悲惨 其实这种东西 你不需要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金正恩他这么做 他这么去喊 我这个导弹要打到你那里 我有很最强的清单 怎么 为什么 因为他弱 弱者他需要壮胆 他这样叫喊是给自己壮胆 给这个北朝鲜的人民壮胆 对不对 美国不需要壮胆 美国要想好了 我要打你就是打你 美国的军力全球第一 这是公认的 他不需要 所以川普有的时候 跟这个金正恩的相互的隔空 这个对骂 效果不是太好 周光怎么看 跟金正恩的这个隔空 我觉得跟金正恩这样 这个朝鲜政权打交道 和跟其他的国家打交道 这个艺术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很多人说 这个川普总统是商人交易的艺术 实际上呢 应该我是感觉到是既有商人交易的艺术 又有政治方面交易的艺术 过去美国的政治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戊虚的太多 实的太少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川普总统呢 他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可能一开始就 可能画上走得更极端 就是所谓的如果用国内化 就是别来的没用的 你先给我点数字 所以他不仅仅是对中国施压 他跟默克尔跟德国 要减少贸易利差 跟韩国 跟日本 跟所有加拿大 刚才讲NAFTA 他都是上来就说 你不对 你给我来 给我来点实在的 马上给我一点改善再说 所以中国就在牛肉上 做一些让步 实际上这样也是对的 因为礼尚往来嘛 才是做生意之道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 应该是很成功的 我相信川普总统 要相较于 别的总统来说 在这方面 能够减少贸易利差 然后增加外国 对美国的投资各方面 会有些很实在的建树 因为他是 实打实地问你要利益 对不对 但是这种就是 比较强硬的措辞 有的时候也伤感情 我们有的时候说 你做交易 包括川普总统 也是深谙其道 就是你要交朋友 但是现在比如说 朝鲜问题 已经到了这样的 一个棘手的程度 那美国现在 最需要交的朋友 也是他一个传统的盟友 就是韩国 刚才中刚其实也提到了 川普总统 却在上周的时候 突然是对韩国是 这个说 这个文在寅是 绥靖主义者 还说要重新的商讨 跟韩国之间的 这个贸易的协议 所以就是把批评的 矛头指向了韩国 就让人觉得说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你要干这种伤感情的事情呢 对 所以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 说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这个 我们觉得还是一个 应该说是 过去历届总统 做的少了的事情 但是说话的方式 是不是应该 多注意一点呢 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从效果上来看 确实 这个一开始 有些国家不高兴 甚至那个时候 还叫韩国 要为那个萨德买单 然后很快被其他的一些 军方将领 给挡下来等等 是吧 但是呢 对于川普总统呢 他这种 因为大家开始 慢慢地习惯了 他的行为方式 对他来说呢 就是一方面呢 就是说他这个 当然这个调子很高 就是说这必须解决 然后另一方面呢 确实也有很多 底下的所谓大臣 就是真正办事的人呢 真正务实地 一件一件去谈 我相信呢 现在到了这个时候 各国的领导人呢 开始都觉得 这个 这个对 慢慢对川普总统 说话的方式 也有点适应了 他也没有觉得这个对方 就一定是对他 是真的想跟他不交朋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给这个双方感情上 带来的影响呢 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去掉的是虚 虚的东西 都是盖在脸上的东西 真正的两国 在贸易上的利益之间 那还是实打实的 具体的数字关系 对吧 所以从国际政治的角度 让川普撅去这一层 就是这个面纱 虚伪的面纱 未必是坏事 但是呢 我刚才也想讲一点 在朝鲜的问题上 就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毕竟朝鲜是 就是这种叫流氓国家 你看把这个朝鲜人 都弄成了这样一种样子 对吧 甚至就远远胜过 这个当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和朝鲜这个事情上 应该说是一个 非常困难的问题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 如果要是在两届 16年前 或者甚至24年前 如果以川普总统的 这样一个风格来 那可能今天就未必 有这么大的威胁 所以到了今天 几乎说是 你要做出选择 就是我不打他吧 他呢 他自己继续越来威胁 越来越大 我打了他呢 他很可能 他这个远程大炮和导弹 立刻就会对这个首尔 2000多万人 和甚至对中国 产生立刻的影响 所以现在可能是到了一个 进退为股的这样的一个境 其实需要一个大智慧的时期 不过我们这个时间不多 我们要赶快把这个焦点 从国外转移到国内 刚才中刚其实已经忍不住 要表达他这个情绪了 就是说川普总统 在本周的时候 周三是突然跟民主党 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把这个债务上限 跟2018预算的问题往后延 延到12月 防止政府关门 那么我们现在先通过一个 暂时的拨款法案 让这个哈维飓风的这个 拨款 修计款先发下去 当然 其实在主流媒体当中 是受到了好评的 因为这基本上可以算是 他上任以来首次 跟国会有这么好的合作 而且是跟国会的民主党人 有合作 但是中刚作为共和党人 已经开始表达担忧了 现在给你机会继续来抒发一下 这样担忧的情绪 其实我很大的担忧 当这个各主流媒体 一致较好的时候 是我最担忧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主流媒体都是偏左的 对对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担忧 很多共和党人也都很担忧 但首先我们要为川普总统鼓掌 他能够团结另外 另外一个相反的政治组织 能够达成一件事情 本身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好的开端 但是从共和党这边 去有所担忧 这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过去八年的欧巴马时期 美国的债务加了一倍 就等于是 就是整个的这个 这个债务政治 应该是引起了大家的 很大的担心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 这种合作是一个战术性的 而更多的是说 要立刻的要解决问题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共和党是希望小政府 不希望这个债务 失去了控制 像欧巴马的时期 但与此同时 现在这个作为川普总统本身 他要生存 再加上飓风之后 所以希望这是一个战术 能够合作 但是从战略上来讲 这个美国必须要能够 对自己的债务进行控制 辅助长期对国家损害很大 郭华你觉得这是一个战术 还是一个战略 我觉得就是川普总统用眼前的临时利益 好处 这个换取未来的麻烦 这个怎么讲这个话呢 就是说这个 我觉得他能够跨约党派 能够超约党派 这是好的 刚刚这个李先生提到这一点 但是实际上他这么做 这个对国会的这个共和党的领袖 是不公平的 因为国会的共和党领袖 有他们的综合的考量 这个本来呢 他们是希望说 这个复会以后 大家要谈这个哈维救济款 对不对 还要谈这个债务上限的这个提升 那么还有一个预算的问题 这几个问题要谈呢 这个共和党自己觉得说 我们如果要谈 应该说在明年11月 其中选举之前 我们只谈一次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坐下来谈 这个有效期 应该一直管到这个其中选举 为什么呢 不想干扰其中选举 而民主党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我给你临时解决 解决到年底 然后呢 我们再来炒这个 炒作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他可以塞进一些 民主党想要要的东西 比如说移民上 移民的问题 这个追梦者计划的问题 他能够让这些80万的 这个非法进入美国的儿童 现在已经成年了 希望他让他们能留在 所以川普总统 现在跟民主党的合作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意味着整个的移民的 这个比如移民改革的方案 或者说税改的方案 会更多的偏向 这个左派或者民主党 是的 因为他这样做 第一个 他的好处来讲 因为这个川普入主白宫以后 我们看国会 国会的这个立法的这个成果 几乎是零 一事无成 然后呢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再打个半天 没有成果 他就很着急 第二呢 他也是对这个 共和党的领导生 表达不满 因为这个本来啊 麦康诺跟这个 本来这个 是答应他说 在休会之前 我把债线的问题解决了 结果没有解决 所以他怕这个东西 无限期的拖下去 影响他的声誉 所以他至少 先给你解决一下 也是给共和党的国会 再施压 对 也是像刚才中刚说的 展现出他这种务实的 这样的一种风格 但是他这样做的问题 在哪呢 民主党 民主党心里很清楚 民主党没有把这个 川普真正当作盟友 最多他把他当作 一个很危险的盟友 为什么 因为他不可预测 他随时可能变化 可能会出尔反尔 所以 应该说不可预测 心里是川普总统 交易的艺术当中一点 但是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今天只能 先聊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中刚跟国华 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那么嘉宾 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 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一 感谢观看